中方对中东局势动荡深感忧虑 反对计划矛盾扩大冲突 呼吁各方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出发 以冷静理性负责任态度处理当前局势 国际社会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大国 应当切实发挥建设性作用 防止局势进一步动荡 中方关注半岛局势的发展演变 和朝韩关系的相关动向 中方认为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 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这需要各方共同为此做出努力 中方谴责针对外交机构的袭击行为 呼吁按照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规定 确保外交管设的安全 巴以冲突延宕一年 导致加杀4万多民众丧生 其中多数是妇女和儿童 推动局势降温 停火止暴 保护平民 避免人道主义灾难 已经成为国际共识 解决巴以冲突 需要的不是武器弹药和单边制裁 而是政治意愿和外交努力 大国应当发挥应有的作用 坚持客观公正 带头遵守国际法 为尽快平息战火 管控局势 防止危机外溢 做出积极努力 感谢你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关心 我想你也看了昨天发改委的这个新发布会 我想还是提供了很多信息的 你的具体问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和措施的话呢 建议你向中方的主管部门来了解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中方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是有信心的